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走进她的情感世界 她拉回来我心灰一冷就跟她离婚了 年少时是懵懂 让我走进了错误的婚姻 在这之后也是了第二丈夫 我以为我的幸福终于来了 可不幸的是她在18年 复活上了癌症 现在的我在经历了时光的打磨后 懂得爱也学会这一爱 我要找一个幸福好的男人为伴 你是不是要找的那个人吗 你之前的那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结束跟没有孩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 她那边结婚了也没有孩子 就是她再婚了之后也没有孩子 没有 那你们两个人在婚姻存续期间 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 说是谁的问题啊还是 也看过上两条东西也看过 也没看过什么毛病 都很正常两边 就两个人都很正常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孩子 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 还是因为她情感方面有偏差 后来就住买卖就小坏了 她是保卫科长 是保卫科长 我们男嘉宾当时也是保卫科长 她没学坏 那个事情穿小屁大一大的 穿了一套衣服 阿姨确实真的很受伤 所以阿姨啊 那个人啊根本就翻篇啊 不值得你去回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男嘉宾她家里边是有子女的 国际医院住院 一天就一千块钱 18年1月27号她被我搞医院协议移住 坐轮椅车给这个小办公室协议移住 那时候我回家给她洗衣服去了 花衣服 白天晚上就搞医院 不管哪医院住院都是我一个护卫她 你是全心全意地对着她家 我打完离死前搞个围抗医院 也是我自己干嘛护卫她 她半夜两点来中她就没了 我太伤心了 我服务率太多了 一点都回报都没有 她死不到三年两年多点 她女儿就搞我 还没换回来那劲呢 就搞我上法院 我不来家前背着我把就是结婚的付印件 房证的就是那个 房证系证付印件都付印了 就到法院人家的手续可全了 马上人家故意带履历是出庭的 人家北人没去 那个房子是你前夫的女儿的 之前是写的是您跟您前夫的名字吗 这房子 没就写我们老公的名字 是你们两个婚姻存续的 在司马路冻起完的 搞我就是那家沙产买的房子 那最后这个房子是给谁了 你断给她女儿了 人家写遗嘱了 给你什么赔偿了吗 就给我 给了我七万多块钱 那会不会说 我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就提前先说好 这房子怎么办 怎么先把这事摆清楚 再谈感情 会那样吗 不会 我也没有孩子 我要房子也没有用 只不过说不好的话 老公先没钱 房子要我种到老也行 对不 我没有 我个人有双毛 买事呢 马上我也没有这个女儿 我要房子有啥用给谁 我告诉你阿姨 还是你没处理好 我为啥这么说 我身边真有这个案例 跟你情况一模一样 人家女儿咋想的 你知道吗 你让我爸 吃我爸 喝我爸 住我爸的 您帮我带孩子 只是进我母亲 之前母亲应该做的 要不你不在这个位置 换另一个阿姨 她也能带 她不会把你这个付出当回事的 要不然哪个人 我跟你讲有这样的女儿 有这样的女儿 有这样的孩子 所以跟你讲阿姨啊 你啊 就是太没心眼了 你太单纯了 那就像您也好 我们叔叔也好 都是属于全心全意的 为对方付出 因为那是我的子女 那是我的爱人 我把所有的一切给你们了 那当你们俩人在一起之后 子女参与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们该怎么处理呢 能不能像你们说的 做到有主见呢 咱们进入爱的剧场 师父我今天让我妈 让我这小哥哥来 咱四个吃顿饭 我得有点事呢 这啥事啊今天 我不心合今天啥 买个房子 咱也算是后组建的家庭 那你这个是干啥买的房子 没在二环内 在三环边上那会儿便宜 那个差多少钱呢现在 我想先拿首付六万块钱 如果输这个钱合适的话 每月如果再替我还五百 我也不是一分钱不还 你看 嗯 我现在那个借 借 那你就跟我妈商量吧 你那钱不都在他那呢嘛 叔你都说句话呀 你说我妈嫁给你 一心一意地照顾你 好 给你小鞋刷六百 就这么伺候你 你说管咋的 她女儿遇到困难了 你也点帮一把呀 我这小妹说的话 来来你呢 你可以说的 你能帮就帮吧 这 你说实话 我就说我叔这人 好特别明事里 妈 但是妈我也有个事啊 就是我这不一直看你老两口 挺不容易的嘛 其实我也是买了个房子 上礼拜刚付完首付 我那是在纯纯的一环礼啊 那一环礼 那首付都得五十万呢 我都没跟我爸说 我合计老两口 攒点钱不容易 我也想借钱 但我也没好意思张嘴 是吧 还没跟你提过这事是吧 还说这有点公义的了吧 你到底咋想呢 那你俩谁钱也不借 怎么谁钱都不借呢 妈 谁钱都不借 妈 你可咱可说好了 养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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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啥 是为了房子 养儿给你们养大了 然后到老了买房了 我们给你出啥钱呢 你这我跟你说 那也不能奋斗了 那是大事 妈 我跟你讲 她那是儿子 我是闺女闺女 闺女是小棉袄 我跟你讲她是啥呀 闺女是小棉袄 我看闺女是小棉袄 我看闺女是喝出去的水 这你可要想清楚嘛 儿子是军大衣 你看着 好吧 那这么的妈吧 不行你俩手里困难 你就先借我小妹 这都无所谓的事 那能咋的 我小哥都真说了 妈你看啊 她都真说了 大不了以后 大不了以后就咱啥挤挤过呗 反正就是我把媳妇给领回来 你们吃啥我吃啥 你们用啥我用啥 那可跟我没关系 妈 你说句话 我小哥 谁钱也不借饭 你们都年轻个人分动 那我不好长时间没工作 两年都没工作 没有工作得找呗 我找不着 要不你先我拿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也没有 那你让我现在喝西北方 我租房都租不了 那真的吧 那个我小妹我看也挺可怜的 妈你也别说一分钱不拿 咱先给她拿两千 你不行先让她付个定金 然后再想办法 然后我也不借钱了 你看行吗 爸 你可想好 叔我现在找你帮忙来了 爸 你可想好 你问问她要借钱多 啥时候还 然后利率利息啥子咋算 现在要不然 我听她这意思 不应啥时候还呢 你还能管个个儿 你还要利息 不是 那根本 叔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 我妈现在对我太绝了 她觉得我不争气 妈妈跟她商量 慢慢商量 你能拿主意不 现在我看我妈挺听你话的 爸 你可怜可怜我不行吗 爸爸 我都没有房子住 我都没有房子住 我的意见是先不借的 先不借 行吗 那得分轻松换借 我现在真的没有住地方 叔知道吗 我现在这兜里都没有钱 我今天你看 我那行李都给搬门口来了 你要给我租金呢 我这边我还能缓一下 我借 看你妈的 妈 你看看 有半年你帮帮我吧 半年你也不借 这么的 小妹 你也别瞅 哥出去给你求两万块钱 哥借你两万块钱 行吗 那好 妈 我跟你说 真是 你真就是多亏 嫁了一个好人家 反正我也是不争气 哥 真的 我给你签个借条 不用 那还签啥借条 走吧 我终于给你求钱去 好 好